威士忌Whiskey Whiskey是一种由大麦等古物酿制在橡木桶中沉酿多年后 调配成43度左右的烈性蒸馏酒 英国人称之为生命之水 按照产地可以分为苏格兰威士忌爱尔兰威士忌 美国威士忌和加拿大威士忌四大类 威士忌的酿制工艺过程分为六个步骤 发芽糖化发酵蒸馏成年混配 截至2014年威士忌酒的起源已不可考 但是能确定的是威士忌酒在苏格兰地区的 生产已经超过500年的历史 因此一般也就是苏格兰地区是所有威士忌的发源地 根据苏格兰威士忌协会Sculpt Whiskey Association的说法 苏格兰威士忌是从一种名为Eust B的 意味生命之水的饮料发展而来的 一 苏格兰的威士忌在15世纪时更多的是作为驱寒的药 水 公元11世纪的时候 爱尔兰的修道士到达了苏格兰传达福音 由此带来了苏格兰威士忌的蒸馏技术 1780年合法的蒸馏厂仅有八间 而那些大大小小的非法蒸馏厂则达到了400多间 它们只能通过透工解料的方式来生产威士忌 苏格兰威士忌的名声也日趋败坏 1823年英国国会通过颁布消费法 Exize Act为合法蒸馏厂营造比较宽松的税收环境 同时又大力围剿非法蒸馏厂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苏格兰威士忌产业的发展 1831年苏格兰引进的塔式蒸馏锅 Colens Steel这种蒸馏锅可以进行连续蒸馏 极大地提高了蒸馏效率 从而降低了威士忌的价格 使威士忌更加平民化 起源之争爱尔兰的说法 爱尔兰的历史学家认为 最古老的苏格兰酿酒厂 位于埃拉岛 Islay位于爱尔兰对面 而最古老的威士忌酒厂 爱尔兰的布什米尔 酿酒厂Bush Mills正式成立于1608年 他们还证明酿酒厂在正式成立之前 已经生产了一段时间 他们用英国1602年出版的 彭布罗克郡纪实 Description of Pembrokeshire 中的话来证明论断 从爱尔兰来的移民 大多曾经都是手工业者 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蒸馏酒 然后用马盒螺子驮着 在英国贩卖苏格兰的说法 苏格兰历史学家 则搬出最早的有关用大麦 酿造蒸馏酒的书面记载 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些记载是在1494年 苏格兰文献中找到的 在当时的英国国库编年史中 有这样的记载 付给修士约翰·沃·科尔巴斗麦子 用于酿造蒸馏酒 这些麦子足够生产1000多升酒 共同认可的说法 关于威士忌的起源 无论是爱尔兰威士忌还是 苏格兰威士忌都承认一点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这就是生命之水蒸馏酒 拉丁语称为AQUA Fighter 威尔士语称为Ustbiza 后来逐渐成为苏格兰语中的 Whiskey和爱尔兰语中的Whiskey普通分类 威士忌的分类主要以原料 储存时间酒精度数国家产地进行区分 根据原料的不同威士忌酒可分为 纯麦威士忌酒盒 古物威士忌酒以及黑麦威士忌等 按照威士忌酒在项目桶的储存时间 它可分为数年到数十年等不同年限的品种 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有一个要求 需要在项目桶中成年时间不少于三年 根据酒精度威士忌酒可分为 40到60度等不同酒精度的威士忌酒 据代表性的威士忌分类方法是依照生产地和 国家的不同可将威士忌酒分为苏格兰威士忌酒 爱尔兰威士忌酒 美国威士忌酒和加拿大 威士忌酒四大类和日本威士忌其他国家威士忌等 苏格兰威士忌Scot Whisky 原产苏格兰用经过干燥 泥炭薰被产生独特香味的大麦芽 做酵造原料制成 其酿制精六道工序 即将大麦进水发芽 烘干粉碎麦芽入槽加水糖化 入桶加入酵母发酵蒸馏两次沉酿混合 苏格兰威士忌在使用的原料 蒸馏和陈年方式上各不相同 可以分为四类 丹麦芽威士忌 Single Mold 纯麦芽威士忌 Pill Mold 调和性威士忌 Blend谷物威士忌 Green Whisky 起码要在苏格兰储存三年以上 以五年到二零年为最优质的成品酒 超过二十年的质量风格会下降 色泽棕黄带红清澈透亮气味焦香 带有浓烈的烟味 美国威士忌分类的主要方法有 按照基本生产工艺划分 纯威士忌 混合威士忌 清淡威士忌 按照使用的古物划分 波本威士忌 黑麦威士忌 玉米威士忌 小麦威士忌 麦芽 威士忌 按照发酵的过程划分 酸麦威士忌 甜麦威士忌 按照过滤的过程划分 甜纳西威士忌 按照国家监管体系划分 保税威士忌 按照个性特点划分 单筒威士忌 小批量 波本威士忌 年份威士忌 以玉米和其他古物为原料 原产美国南部 用加入了卖类的玉米做酿造原料 经发酵蒸馏后 放入内侧熏焦的项目酒桶中 酿制二到三 年 装瓶时加入一定数量蒸馏水 加发稀释 美国威士忌 没有苏格兰威士忌那样浓烈黄烟味 但具有独特的橡树芳香 爱尔兰威士忌的种类可以分为四类 Whiskey Potsdale湖式蒸馏威士忌 Green Whiskey谷物威士忌 Whiskey Single Mord丹麦芽威士忌 Blended Whiskey混合威士忌 特点 柔和 好像在口中燃烧原产阿尔兰用小麦大麦 黑麦等的麦芽做原料酿造而成 经过三次蒸馏 然后入桶沉酿一般需八到十五年 装瓶时还要混合掺水稀释 因原料不用泥碳熏被 所以没有焦香味 口味比较绵柔肠润 适用于制作混合酒与其他饮料供饮 加拿大威士忌的历史开始于安大略湖岸边 十九世纪初英国移民在那里建造了第一个酿酒厂 加拿大威士忌受到了法国人的影响 后者在十八世纪在魁北克省生产了狼母酒 在酿酒师 Haram Walker的影响下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 加拿大威士忌迅速发展 主要由黑麦玉米和大麦混合酿制 采用二次蒸馏 在木桶中铸存四年 六年七年十年不等出售前要进行勾兑餐盒 加拿大威士忌气味清爽 口感轻快爽是不少北美人士都喜爱这种酒 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原创的日本威士忌诞生于1929年 但是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日本是从Halland进口发芽的大麦生产蒸馏酒 而日本人只是进行了调和和陈年并保留苏格兰的酵 发 日本有一个城市叫做阿向丁 就是为了能够按苏格兰语称呼当地生产的威士忌 日本生产的威士忌主要以大麦玉米作为原料 用铜制的胡适蒸馏器或者连续蒸馏器进行蒸馏 陈年在盛装过雪莉酒或波特酒的酒桶中进行 其他国家威士忌 传说只要是英国人民到过的地方 都能找到威士忌的纺织品大部分分布在印度境内 而大洋洲人则是按照苏格兰传统方式生产威士忌 大洋洲人则是电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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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